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美國很多地方出現了極端的天氣 那麼最極端的一個地方算是美國的德克薩斯州 德克薩斯往年這個時候,應當是已經春暖花開了 但是今年還是冰天雪地 前兩天還有零下十九度的這種極端低溫天氣 給德克薩斯州的老百姓,給那個地方的居民 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不方便,生活上面 工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據說還凍死人了,那麼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因為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強國嘛 他的事情都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這件事情在中文的推特圈裡面也有很多人討論 中文推特圈是挺有意思的一個地方 就是集中了很多中國民主自由派的人士 因為大家在國內的那些網絡平台上面 不能夠隨意表達意見 那麼推特就成了大家一個探討問題 表達意見的這麼一個平台 算是最大的一個集中了中國民主自由派人士的 這麼一個平台,那麼關於德州的極端氣候 極端天氣的這個問題就有一位民主派的大V 就發了一個帖子,這個帖子很有意思 他是這麼說的,他說紐約和美國中部都冰凍三尺年 德州今天都大雪紛飛航班取消 可拜登卻重入巴黎氣候協議說要對付大氣過暖 人都快凍死了,左派還嚎叫氣候過暖 像極了1984那本書當中的荒謬 戰爭既和平,自由既奴役,左派跟共產黨一樣 最善於顛倒黑白紫路為馬 戰勝左派是恢復常識的第一步 這個帖子裡面有兩個核心的觀點 第一個就是氣候過暖,這個事情是假的 證據很明顯,現在德州的低溫天氣 就說明氣候沒有變暖,反而是變冷了 那麼還有一個觀點就是這個是左派搞的一個陰謀 左派跟共產黨一樣,他們是顛倒黑白紫路為馬的 明明是氣候變冷了,還要說變暖 然後最後結論就說一定要戰勝左派 戰勝左派是恢復常識的第一步 那麼他的這個觀點還是很受歡迎的 這篇帖子的轉發量有500多點贊的數目 有2000多,這個在中文推特圈裡面 這個算是非常非常受歡迎的一個觀點 一個貼紙,中文推特圈一共加起來 我相信也就是十幾二十萬人 是這麼一個數字,經常上線的 不是說所有加起來,是經常上線的 只有這麼一個數字,那麼在這個小圈子裡面 就有這麼多人轉發點贊,這就說明在中國 民主自由派人士裡面很多人是贊同這種觀點的 這個觀點到底正不正確呢?我現在要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位大V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知識分子 因為他過去這幾十年用他的這個言論 用他的行動都證明了他在反對中共 這個主張民主這方面,那是立場非常堅定的 但是我尊重他並不意味著 我不能夠來反駁他的這些觀點 並不意味著我要贊同他所有的觀點 那這兩個觀點是我真的是不敢苟同 因為又有這麼多的人,又有這麼多民主自由派的朋友 是持這種觀點的,所以說我覺得很有意義 來跟大家來商榷一下 第一個觀點就是說氣候過暖 這個是一個假的,不成立的 這個觀點是比較容易推翻的 那有一位網友在下面留言,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要相信科學,局部出現極端的天氣 不表明氣候沒有變暖 所謂的這個氣候變暖它是指的全球的 在一長段時間裡面一個大的變暖的一個趨勢 如果是僅僅是拿一個地區在某一個時間 比平常要冷,這並不能夠說明氣候沒有變暖 這個是不成立的,所以這個觀點比較容易辯駁 那麼這位大V他也沒有再堅持 也沒有再堅持,因為這個確實是言之成理 但是第二個觀點,他的第二個觀點 這個就比較難以改變了,對他來講是很難再改變的 第二個觀點就是說左派都是壞人,跟共產黨一樣 這個左派是指的西方民主國家的這些左派 美國、歐洲的這些左派 他說左派跟共產黨一樣,善於頂倒黑白指鹿為馬 而且要戰勝左派,左派是違背常識的 這個觀點是比較難以改變 對那些持這個觀點的人,他們是會堅持下去的 因為這個裡面涉及到有一個現在非常盛行的陰謀論 這個陰謀論就是說左派他們搞了很多很多的陰謀 然後用這些陰謀來掌控全世界 來讓全世界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走 表面上看是民主的,但是實際上是全部都被他們控制的 那麼這種陰謀論一旦陷入進去了,就很難再出來了 因為它是一個怪圈,陰謀論它有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它把世界劃分為兩個陣營 一個是正義的,一個是邪惡的 這兩個陣營就是界限分明 邪惡的就是要統治全世界,正義的就是要解放全世界 把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把它分成了黑白兩個顏色 不可調和二元論,二元對立 有一點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理論 只不過是它不講階級了,講左派和右派 左派就是邪惡的,右派就是好的,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就是它在指責對方搞陰謀的時候 它並不會拿出,不需要拿出確確的證據 比如說這個左派到底是怎麼樣,哪一些證據表明 全球升溫的這個理論是錯誤的 是他們故意製造出來的,要拿出證據來 要整套的證據要拿出來,這個不需要的 還有比如說現在美國,他們的左派全部被共產黨收買了 這個也要應當拿出證據來,但是不需要 只要指責就可以了,只要聲明就可以了 這麼一聲明他們就可以成立了 進入了這麼一個狀態之後,那就是一個循環的怪圈了 你怎麼樣都不能夠說服它,說應當仔細考慮 所以說陰謀論它本身這種思維模式 它就是一個反科學的,也是跟現代文明是背道而馳的 指責別人不需要證據,那麼這個陰謀論呢 並不是說馳陰謀論的人都是壞人,不是的 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一種缺陷 這個東西可能是人類天性裡面的一部分 自古以來就有的,我們中國也是有陰謀論的 早在清朝的時候就有陰謀論 那個時候東方和西方互相碰撞 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中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陰謀論 比如說當時有很多傳教士在中國傳教 那麼很多中國人就說這些傳教士實際上他們是另有目的 他們收養的那些孤兒並不是說要再搞慈善 而是要把那些孤兒把他們的眼睛挖出來 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然後做藥影子 這個當時很流行,尤其是在中國北方地區非常的流行 所以說後來義和團運動興起了之後 這種陰謀論就被他們接受了 然後就大肆地去殺戮那些傳教士 以及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人,這就是當時的陰謀論 當時還有一種陰謀論的說法 就是說外國人一直叫囂著要在中國修鐵路 主要是想破壞中國的龍脈,把中國龍脈破壞了 中國的國運就會衰微,洋人就可以侵略中國了 就可以佔領全中國了,這些觀點當時都非常流行 那麼不僅僅是在中國,全世界都有這樣的陰謀論 現在就是到了科技文化這麼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 而且言論非常自由開放的這種民主國家 這個陰謀論還是非常流行,尤其是當自媒體 這興起了之後,人人都可以在網上發言 那麼這個陰謀論就更加更加的盛行了 那麼現在在西方社會也是有一些非常流行的陰謀論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就是全世界都是由羅斯柴爾德家族 由他們控制的這個家族大概是在上個世紀 或者是上兩個世紀的時候一個猶太人家族 大富豪家族他們控制了全世界的經濟活動 還有一種陰謀論說是全世界都是由這個叫光明會 或者是共激會是他們控制的 是極少數人控制了全世界70億人 這些陰謀論也是在西方非常流行的 他們不需要證明,你跟他提出來一些反駁的一些證據 或者是說用常識來反駁他 大家都等於是雞同鴨講 常識就是世界上這麼多人有這麼多不同的派別 你怎麼可能有幾個人能夠把他們控制住呢? 因為人和人之間差別並不是說達到那種程度 尤其是那些各個民族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 那些智商最高的全是最大的那些人 他們之間相互之間都是有利益衝突的 他們怎麼可能說是走到一起,大家來共謀 如果是真的是到那種程度 那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了,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衝突了 不會有那麼多的這些掌握權勢的人 在那些衝突當中要不就下台,要不就是甚至是命都送掉 不會出現那種情況,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都不會出現了 但是這個持陰謀論的人就根本不接受這個常識 那麼現在美國和西方社會流行的陰謀論當中 有一個焦點人物就是比爾蓋茨,二、三十年以前 他就已經是全世界的首富了,當了很多年首富 現在是已經退位了,已經從首富跌落下來了 但是還是全球頂級的大富豪 應當是至少可以排到前十名的這種大富豪 他一直是陰謀論重點的一個打擊的對象 那麼關於他的陰謀論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全球氣候變暖的這個方面 他現在是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綠色產業 為什麼他要推廣綠色產業呢? 陰謀論者就說他是在裡面要賺錢 並不是他關心這個氣候變暖 而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據說呢 據他們說他在綠色能源產業裡面 已經賺了好幾十、好幾百億了 那麼第二個陰謀論關於比爾蓋茨 就是說他這一次的新冠疫情是比爾蓋茨製造出來的 那憑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個比爾蓋茨 其實在5年之前,2015年的時候 就發表過一個演講,在這個演講裡面 他就說了,說今後這幾年極有可能要發生 這個大規模的全球規模的大瘟疫 因為很多人會上升,而現在全世界各國的政府 都對此沒有做好準備,沒有做好應對的準備 將來會發生大災難,而2020年果然這個災難就發生了 他為什麼能夠說得這麼準? 就是因為這個災難是他製造的 這個新冠病毒是他製造的,為什麼要製造呢? 是因為他有很多的機構在研發疫苗 有了這種新冠疫情了,他的疫苗就好賣了 他就可以賺大錢了,主要是為了賺錢 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他是屬於光明會或者是共聚會的成員 共聚會、光明會他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減少全世界的人口 用這個疫情就可以減少全世界的人口 那麼還有一種說法,就是說比爾蓋茨 他要通過這個新冠疫情注射疫苗的時候 要給大家打入一個芯片,人體芯片 這樣就能夠通過這個芯片給每個人增加 加上一個追蹤器就可以了解,可以追蹤監控每一個人的活動 說的真是有鼻子有眼睛的 那有些理智的人一聽這個就覺得這不是天方夜談嗎? 這不是違背常理嗎?比爾蓋茨人家老早就是世界首富了 而且十幾二十年以前他就覺得這個賺錢已經 不是他的主要追求了,人已經賺到那麼多的錢了 當了那麼多年世界首富,他已經不稀罕了 那麼在美國這種社會,當他對於金錢的追求 已經徹底的滿足了,那麼下一步幹什麼呢? 有幾個出路,第一個最多人選擇的就是去搞慈善 美國的很多富人他是在退休之後 他就是全力以赴的去搞慈善,就是所謂的發了財 就要利品,把這個人的層次要提高,搞慈善 無論是對於美國的還是對全世界的這些窮苦人 或者是整個人類的福祉要做貢獻 這就是要利品,要在歷史上留名 這是一些大富豪的一個選擇 美國很久以前就已經確立這個傳統了 比如說在19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大富豪 當時的首富卡內基鋼鐵大王 他就是在退休之後他把所有的權全部捐獻了 捐給世界各國的那些他認為是可以推動人類進步的這些事業 現在美國還有很多由他捐款建造的一些建築 一些機構,比如說最著名的有一個叫卡內基音樂他廳 這就是他建造的這些眾多的設立的眾多的機構之一 比爾蓋茨也是走上了這條路 他在十幾二十年以前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資產 家族所有資產全部捐獻出來,拿出來建立了一個慈善基金 這些基金資助全球各地的一些醫療服務的這種行業 還有科研,尤其是關於防疫方面的這些科研 那麼他在出錢資助這些科研活動的時候 他自然就要接觸到大量的這些科學家 那些很有思想的、很有才華的那些人 那些世界上頂級的人又能夠關心人類福祉的這些人 跟他們一探討自然就有一些很有創建的 很有洞察力的一些觀點 比如說在那個時候他就可以預見到 在今後的一些年之內就極有可能會出現 全球性的這種大瘟疫,這個並不是說很困難的事情 這等於是一個灰溪流,只不過是其他的人 大家都太忙了,都忙著掙錢,都忙著奪權 都忙著自己的事情沒有去考慮這些 關乎全人類的這些大事 而比爾蓋茨他有這個閒心,他也有這個資源 他可以去考慮這些事情 當然他就會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 比普通人多一些洞察力 僅此而已,跟陰謀論完全是不搭界的 那麼對比爾蓋茨個人來講這個也是相當不公平的 他拿出了這麼多的錢,投入了這麼多的時間精力 結果還被人污衊成這個樣子,被人說得這麼不堪 這個確實不是太公平,當然還有一種觀點 說比爾蓋茨他就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一個小人 是偽君子,為什麼呢?因為他一方面說 要大家注意全球變暖的跡象,要減少碳排放 那麼另外一方面他個人在這方面是極其奢侈豪華 比如說他住的房子有幾千平方米 是普通的美國中產階級的十倍、二十倍大 還有他有私人飛機,到哪去都坐私人飛機 也是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碳足劑 比普通的中產階級、比普通美國人 他們的碳排放要大多了 而他一方面還在宣傳說大家不要吃牛肉啦 因為養牛肉會製造很多的甲烷,這個是溫食氣體 大家要吃這個叫做人造牛肉 實際上是由植物,各種植物做成的這個牛肉 現在比爾蓋茨確實是在推廣這個人造牛肉 這就說明他這個人是一個偽君子 推廣一下他自己不做的東西,讓別人去做 對比爾蓋茨的這個指責有沒有道理呢?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至少論據是實實在在的 是真實的,因為比爾蓋茨確實是住著大房子 確實有私人飛機,他確實是留下的碳足跡 比普通的人要大得多,但是就要看從哪一個角度去看了 跟歷史上的那些偉大的聖賢比起來 比如說像釋迦牟尼、甘地、聖雄甘地比起來 他是差的太遠了,因為那些人他真的是 他每一句話要求別人做到的,他們自己都先做到 釋迦牟尼他就可以放棄他的王位 榮華富貴全部拋棄,去之如必息 然後自己到森林裡面去苦修 這個比爾蓋茨跟他差的太遠了 他還是不能夠放棄自己的這種舒適的 甚至是奢侈的生活享受,放棄不了 這個我相信美國人絕大多數 全世界的人絕大多數也放棄不了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如果是已經做到了 比爾蓋茨已經拿出來這麼多的錢 拿出來投入這麼多時間精力 來為人類服務,這個已經是相當相當了不起了 他本來賺的錢有那麼多,他可以過得更豪華的生活 可以更加的奢侈,他還可以去賺更多的錢 但是他把那些都放棄了,然後來投入公共慈善的事業 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有任何人有任何資格 要求他做得更多嘛 如果說我們都按照要求比爾蓋茨的這種標準 來衡量,美國歷史上就沒有好人 美國這個國家就不應當存在 創建美國的這些國父,比如說像華盛頓 還有傑伏信這些人,他們就是典型的偉君子,小人 他們起草了,簽署了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開宗民意就說 自由、平等、追求幸福,這是天賦人權 另外一方面他們還贊成奴隸制 在自己家裡面還養奴隸,華盛頓有300多個奴隸 傑伏信還跟自己的女奴有私生子,有亂搞 這不就是典型的小人嗎?但是是不是華盛頓、傑伏信 他們就沒有理由、就沒有資格去搞革命 去要求獨立、去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呢? 去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呢?不是,他們有權利 而且他們創建的這個國家確實是為人類的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到現在還是我們中國這個民主運動的 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重要的幫助 當然應當創建 並不因為這些偽君子、這些小人 他們就沒有資格去做正確的事情 人都是一個混合體,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私心 有自己的慾望,很難克服 另外一方面他們有自己的崇高的理想 那個理想應當去追求 不能說我們等到把私心慾念全部克服了 再去追求理想,因為達到那個狀態的 完全沒有私心的這些人 那是在歷史上是極其少見 你真的把私心克服了 那你就變成了這個釋迦牟尼了 就變成了這個耶穌了 就變成了聖雄甘地了 那麼只有這麼少的人能達到這個狀態 如果是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去推動民主自由的事業的話 推動人類的福祉的話 那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那就自甘墮落了 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正義事業了 正是因為有一大批不完美的人 正是因為有一大批我們看起來就是偽君子的人 他們明明有很多缺陷,但是拼命的還想做正確的事情 明明就是因為有這麼一群人在追求 所以說正義事業才做得起來呀 那麼現在我們這個民主派 中國民主派確實是思維模式裡面 有一個重大重大的問題 我們把這個世界兩極化,非黑即白 這個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 如果是一個人他有這麼多的缺陷 還在做好事的時候他肯定是別有居心 這個人肯定是有陰謀 這個人肯定是中共的人 這個大V他這篇推文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結論 就是說這個左派,西方的左派跟共產黨一樣 也就是犯了這種錯誤 左派確實是他們有很多這些觀念 我也不贊同,我雖然很多方面是贊同左派的 但是左派裡面有一些觀念我也是不贊同的 有一些政策我也是不贊同的 但是西方的左派跟中共那是有本質的區別 中共真的是想,他們是想用極端的手段來統治中國人 來徹底的把中國人變成奴隸 不僅把中國人變成奴隸,還要把全世界都變成奴隸 他們想統治全世界,這是中共的想法 但是西方的左派無論是在歐洲的還是美洲的 那我們從過去這100多年的歷史來看 他們並沒有這種極端的想法 西方的左派它的主流叫做溫和左派 他是希望能夠這個世界一步一步的變好 所以他們自稱為是進步主義,不能夠停留在原地 一定要往前走,那麼保守派呢 他就說追求改變,你不能太快了 咱們還是得保存原來的這個樣子 所以左派和右派這就等於是汽車上面的 一個剎車,一個是油門,這兩個東西是不可或缺 那麼左派和右派只要不走到極端 他們都是必須的必要的一個存在 走到極端的就是右派一直把煞車踩著 說我們堅決不能動,動我就告訴你 那個汽車就永遠不能動了,那就廢了 那麼極左派他就說我們一定要踩著煞車 你不能踩油門,你踩油門你就是反動派 我們就要幹掉你,這是極端左派 極端左派和極端右派這兩個那是要不得的 但是西方現在的包括美國的左派的主流 都是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 正是由這兩個派別才能夠讓這個國家 才能夠讓這個社會正常的運作 才能夠讓這個社會不斷的進步 這本來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派別 到了中國有一些民主派人士的心目當中 就是左派就變成了邪惡的象徵 右派就變成了正義的象徵 這個觀念那是一定要改的 現在我們在西方社會是屬於少數民族 屬於可以說是邊緣群體對於整個西方社會 是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將來如果是我們把這種思想 帶回了中國,如果將來中國發生這個變革之後 如果還是有大部分的人是持有這種想法 那個對中國的民族轉型那是極其不利的 因為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大家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